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总统大选的第一场政见发表会 昨天晚间登场了 蓝绿白的三党候选人针对两岸的部分激烈交锋 国民党的侯友宜强调的是中华民国宪法 就是两岸政治上的护国深山 猛攻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双面台独 敢不敢承诺呢要终结台独党纲 放弃台独主张呢 但是呢赖清德他也说侯友宜跟柯文哲 两个人是迈向统一的假和平 只有他自己才是维持现状的真和平 另外呢柯文哲的部分则是以举办双城论坛成功的经验 提出两岸交往的五个互相的原则 但是呢另外在这个政见发表会上 这个赖清德他也针对近来自己的万里老家的违建争议 有做出了承诺 他说愿意捐作公益 2024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 柯友宜 赖清德 柯文哲三人首度正面交锋 第一轮发表就火药味十足 柯友宜狂轰赖清德让台湾离战争越来越近 而针对内政问题 蓝绿炮口再对准民进党 我最近看到这个赖清德也说要盖百万户设宅 问题是蔡总统20万户设宅都跳票了 你这个百万户会不会在跳票基础上跳票更多 面对万里老家争议 近期蓝绿民调越来越近 赖清德终于想拆弹 我愿意把房子交付 公益兴托 优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 这一场选举 青年跟贪腐的选择 不过人来说一句话 新刁流不算 台湾一半 新刁流不算 五金就减一半 证件发表会上侯友宜 赖清德 柯文哲 三人同台较劲 炮火猛烈 最近谁表现最好 选民已经有了答案 这有黄明君 陈光宇 台北报导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时报 在今天就有做了分析 第一场的这个总统政见会 其实呢 三个人的表现是如何 中国时报认为 侯友宜的战力是最强的 因为他以国台语双声道 大打民进党执政 钳制言论 还有疫苗的弊端 以及赖清德的台独立场 至于呢 在这个政见会上头 赖清德则是显得比较拘谨 因为他全程是看稿的 为执政辩护 只有公益信托赖皮疗的部分最受到瞩目 至于柯文哲呢 则是以住宅政见为主 集中抢供青年选票 但是啊 这个分析当中有特别提到 他的缺点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局外人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by bwd6 3 3 4 5 2 4 4 6 5 9 7 9